直总评价合作是总裁谢建平强调 马来西亚不是我国唯一的货品供应员 谢建平在Facebook贴文中表示 马国政府宣布新的管制措施后 我国全岛多家超市出现了排队购物的人潮 购买量也有所增加 他劝请民众保持理智 不要囤积或购买太多物品 否则会制造更多问题